Amy Seller 当中没有告诉我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告他 Seller 没有说这个那个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TDS跟SPQ 什么是 TDS跟SPQ 就是 Seller 的 Questionary 跟 New State Transfer Disclosure SPQ跟 TDS 是很重要的 Seller 的责任 就是 Seller 他们要在他们移植范围内 尽量的揭露他对房子的理解的状况 因为很多人对于 Seller Disclosure 跟 Seller 是否要告诉他什么事 我发现有好多 buyer 我的粉丝 都会来问我 Seller 当初没有告诉我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告他 Seller 没有说这个那个 这个很多人有纠纷 那这个最简单的规则跟标准是什么 就是如果 Seller 知道没告诉你 那他就有错 但是如果他不知道 他就真的没办法告诉你 对不对 我们讲电脑好了 他动作有点慢 有时候会过热 那这些都是我知道的 可是如果说我都没有在用某一个功能 我就也不会知道 所以房子是这样 Seller 如果住在里面 他肯定会告诉你说 根据我知道的 这里有坏 这里有坏过 那里有坏过 我告诉你 那你可以 based on 这个 information make your best judgment 你要做什么 maintenance 你要做什么 repair 但是请你们做你们自己白眼的 due diligence 就是你们自己的功课 派一个专业的人来把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就检查完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real estate最有纠纷的地方 因为 Seller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homeowner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我们家吗 大部分的 homeowner 连保养自己的家都不知道 那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比如说 我了解我自己有癌症 我今天把我Amy我卖给某一个人 卖给Wilson 我哪知道我们癌症 我哪知道我们忧郁症 我哪知道我有沒有躁愈症 我哪知道我有沒有 鼻肝 我哪知道我有沒有一些 奇奇怪怪 可能我未来才会发生的问题 就是我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所以在 Seller 的 disclosure 上面 其实他当初地产协会设计的这个表格里面 其实已经问了很精细的问题了 比如说他会问你说 有没有人过去三年之内死亡 请问你家厕所哪里有问题 请问你有没有漏过水 请问你家有没有涨过煤 请问你家有没有你已知有问题的地方 请问你家有没有franco assistance 然后所以就是他会一连串的问题 尽可能的帮你问 Seller 那 Seller 就是去回答他 所以这就像一个 check list 一样 经过这样一番回答 他如果是回答他 best knowledge 的话 就OK了 Seller 就不会有问题 然后 Buyer 就是看 但是我在经营 Buyer 的时候 我就会跟 Buyer 说 Seller agent 或 Seller 他们填的这个 SPQ 跟 TDS 都没有参考价值 有某种程度的参考价值 但是我就会跟 Buyer 说 你可以看好 他说这里有漏过水 可是通常他会写出来的东西漏过水了 就已经修好了 也没什么很大的参考价值 有时候真的物况很复杂的时候 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他们可能 Disclose 像我曾经看过说 我们这里涨过煤 然后我们找了煤运公司来 然后有这个 mode claim 那这是 good information 可是大部分的 Seller 他们就是不太会 Disclose 所以呢 Buyer 就很需要找很好的房屋检查公司 来帮他们做检查 然后找出所有可能的 sign of leakage 然后在阁楼里面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 因为他们会 patch up 那个 pen 在 ceiling 可是他们不会 patch up 那个 pen 在阁楼里面 所以 inspector 是会去阁楼的 但是有时候 阁楼里面会有很多 insulation 那些 insulation 可能会挡住一些 view 所以这就是inspiration的 limitation 但是他们 always try their best 所以每一方都 try their best sellers disclose the best that they could buyer inspect the house the best that they could 然后呢 inspector inspect the house the best that they could 所以 这样一个循环照理来说 应该会 minimize 那个 possible 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肯定有啦 real state的纠纷 史上最多 所以一定都还是会有问题 那那种东西的话 就是case by case 到洗手机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 让你prevent 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如果真的go things goes really sideways的时候 你就真的需要real state的attorney 来帮你去真的去告那个seller 说你当初没跟我讲 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发生了severe damage 要你赔上我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去跟一个律师讲话 他就跟你讲说 黑的都可以说成白的 白的都可以说成黑的 所以很多东西 如果进入争执的状况的时候 就真的是看两方人马 谁可以prove更有力的证据 去file ok 那这个题外话我们就不讲 反正卖方的基本标准 就是他们要讲他们知道的 对 所以像我前几天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他会问我说 他说他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他的 而且他房子不是我买的 我只是说只是朋友而已 他房子买了之后 他发现隔壁邻居很喜欢抽蛋 而且很喜欢放音乐很大声 那可不可以告 首先我也先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客户 我们带他去拜访民居的时候 走进那个门口的时候 我听到大麻味 ok 就闻到大麻味 然后呢 过了一下下之后 我还听到很大声的音乐声 所以我跟客户就开始讨论说 怎么办 这个音乐很大声 而且是超大声的那种 然后大麻味怎么办 我就很紧张 然后就 这个东西我其实就 一直在跟客户讨论说 你真的要买吗 真的要买吗 但是那客房子 真的超漂亮的 所以客户就坚持要买 但是我们就去拜访了这个 抽大麻 然后音乐放音大声的这个邻居 他其实出来的时候 人异常的nice 就跟我们想象中的就是 会放很大声音乐 跟抽大麻的人 好像不太一样 其实非常nice 他还跟我客户讲说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可以 都来找我 就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然后其实我们 当时因为就是 觉得那个邻居 特别的 可能会不会是问题人物 所以我们去拜访其他邻居的时候 其他邻居都还自己主动提了这个人 说 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但他其实是个好门啦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所以 听了之后就有比较安心 然后 那时候我也跟客户讲说 如果你真的决定还是要买 那如果万一真的 你以后还跟他沟通这个音乐问题 有问题 你可能说一定买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耳机送他 那我不懂possibility 这个东西 但是最终这个决定权是在客户 但是我们 藉由我们的process 让客户去了解这个邻居的问题 也陪他一起去认识这个邻居 稍微接触一下 所以 也验证了我们 其实去拜访邻居真的是好事 然后呢 这个朋友就问我说 那我不知道说 是不是这个朋友 没有他自己情神的case还是什么 但是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告啊 因为隔壁邻居每天要放大声音乐 他们是好像是连排的别墅 就是中间有空用墙 然后呢 抽烟啊 抽大麻啊 放音乐什么都来 然后 他就觉得说 当初的seller agent 或是seller 没有告知这个义务 那所以我就给他的几个 就是方向 就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就是 那如果说 你当 因为我没有在他们的case里面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seller 他们当初卖的时候 seller有没有住在里面 如果seller是 租给tenant for three years 他们probably do not know if a tenant never complain 如果租客从来没有complain过 那如果说租客 有complain过的话 那表示联络知道 那联络应该是需要disclause 给拜访 但是呢 如果 屋主不住在里面 通常他们会签一个phone 就说我不住在里面 我要卫服 我就是填 TDS跟SPQ的这个 这个权益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best present 那我就宁愿告诉你说 我不能present 就是去discourse 这些东西心里做自己的检查 那这有很多东西可以吵 可是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证明你的卖家之前 他是知道邻居有吵架 那我有给他几个秘诀 就是说 那你可以去跟 因为你现在就常会跟隔壁吵架 那你在跟隔壁吵架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吵说 诶 那拿到之前 你那没有跟我之前的那个seller 吵过这个东西吗 他们都没有卡块嘛 那这个邻居可能就会说 有啊他们也有卡块 那 就抓到了 他知道 你跟他吵过架 你跟他抱怨过这个music的问题 那你可能可以留一些saying 在那个法院上 那 这个谁输谁赢都不知道啦 看谁比较 谁比较会矩阵啦 可是就是 呃 就是卖方自白书的部分嘛 就是揭露TDS SPQ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讲 产权报告 产权报告也是seller 需要提供给买家的一个 呃 那产权报告的话 呃 就是在加州的产权 就是 所有的呃 记录都会记在 产权的报告上面嘛 但是 产权报告的用语 非常的艰深 就像中文的文言文一样 你看得懂那个字 但是你真的不懂它的意思 你也不懂它的definition 所以身为一个专业的地产经纪 不懂就不要装懂 找一个产权专家出来 帮忙看解释就行了 所以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Jerry 请他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产权报告上面 有没有什么reflip 然后通常他都会帮我们看 然后看就会说 哦 现在还有一个long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然后seller是谁 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 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啦 因为 呃 就不太会有问题就对了 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会举例一下 比如说好了 嗯 seller是一个人 可是呢 产权上面有两个人 他可能有ex wife 那可能就要找ex wife 出来签名 才可以卖这个房子 因为有可能他们还 正在离婚中啊 还是什么各种问题 所以呢 产权的 报告的好处就是 你需要making sure 这个产权没有疑论 因为如果说今天有一对夫妻 他正在离婚 然后他那个老公就赤字 把房子卖给你 那老婆出来说 欸那是我的赛养费呢 我把他卖掉 我要把这些钱拿回来 那这就会有很多九分 所以 产权报告上面都会揭露这些事情 而且产权公司要过户 然后seller 塞要买一个产权保险给buyer 所以他们就会making sure 这些东西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准许过户之前 一定会去找那个老婆 ex wife 签名 说 哦 我知道你们在买法 对了 所以就making sure 没有这个产权的问题 然后另外常会有看到的一些例子 是譬如说 如果那个seller 他本身有官司 或是他有欠谁钱 然后有人放了一个lan 或者是一些有没有的在他的产权上面 那那个就是在看产权报告的时候也会看到 对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还蛮重要的 不过很多时候大部分这些都没有啦 对还蛮rearly会有的 或者是说还蛮长可能会有的是ezyman ezyman是最常有人问的 就是ezyman是录益权嘛 录益权就是大部分的产权报告上面 一定会有utility 水电公司的录益权 那那个水电公司的录益权是什么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seller family 你后院有个电线杆 如果那个电线杆坏掉了 水电公司就要有这个权利去你家后院修那个电线杆 你总不能说 这我房子你不能进来修电线杆什么的 对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就是公共的东西 你需要让别人因为维修的reason 可以进入你家的土地上面 如果他要进去你家 他一定要给你敲门预约 就但通常不会发生啦 就是通常都是后院那种utility的录益权 对这一类的 像HWA也会有啊 就是如果你的tateo有一个灯 然后那个灯是可以照亮整个前院的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放个录益权 在你家的condo上面 发现好多客人都对白衣一无所知 他们就听到白衣就天啊 当时有白衣就崩溃了 食棉跟签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做检查 如果客人很想要 但就是要另外花钱 食棉有个特性是 他移除了之后 这些东西是要包起来拿去食棉场丢 不可以随便丢在路边垃圾桶 或者这些废气场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你丢在废气场 然后外面乱燃烧 然后全部都吸进这些食棉的东西就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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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